你们体验过被一只鸭子种草莓吗? 简直是噩梦一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隔壁的 你到底要干嘛? 这咬的人咬得好痛啊 我准备去河里面玩一下 这鸭子一直跟着我 不停的搓我 还喜欢往我手上爬 你们看一下那个脚 兄弟兄弟 你这是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多久了 我觉得你可以治疗一下 你怎么就喜欢往我手上爬呢? 你们看一下 就喜欢往我手上爬 这什么情况? 这什么情况? 有人知道吗? 啊? 这情况有点不对呀 我害怕 我害怕你等一下在我手上留下点什么 这什么情况? 在我手上站了一会儿 我手上流血了 这是我的血吗? 这也不像啊 你们看刚给我咬的 就像被种草莓的一样 这什么情况? 我去看一下 别受伤了 这鸭子 隔壁的 这个血是从哪里来的? 小伙子 能不能不要给我种草莓了 我看一下你有没有受伤 也没有受伤啊 这个血是从哪来的? 难道是我自己的? 也没有啊 世界未解之谜 刚刚我不放心 我又回来洗了个手 也不知道这血是哪里来的 反正不是我的 但是这草莓是真实的 已经被种下了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刚就给我咬了一会儿 我这个手有点肿了 这也太狠了吧 再见了 不要跟着我 这鸭子脸皮厚啊 你居然跟过来了 跟过来又开始了 我真是服了 好好好 带着你 只要你跟得上 你怎么不走了 快点 这个鸭子跟到树林里面来 它不跟呢 我担心它跟着刚刚那个大叔一起跑了 所以我在等着它 毕竟这是别人家的 丢的我也不好交代 你要是现在不跟我走了 可难办呢 你都不知道路自己回去 还是跟着我吧 来上来 上来 这个样子带着你 你满意了吧 又开始了 你一天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你们能够想象吗 真是服了这隔壁的鸭子 终于到达目的地了 我就是到这里来体验一下春天的感觉 好漂亮啊 你不是喜欢找我吗 来过来 这么深的草 我看你怎么过来 哎呦 你跑得还挺快的 你们看我的手 仿佛经历的噩梦一样 走吧 把这个鸭子带回去 来 站我手上 带你回家找你的主人去的 哎 下次还是悄悄的过来比较好 走吧 别 钝 zd 指 指